Hello大家好,我是建筑师阿珍 今天这节课给大家带来一个竞赛风格的剖面图绘制教程 你要问我什么是竞赛风 一个字,屌,三个字,屌炸天 竞赛风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风格 通常用来概括那些视觉效果非常出众的图纸 因为竞赛评委往往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从一大堆作品中选出来几个获奖作品 他们不太可能有时间一个一个慢慢品味你的设计 所以图字画的好肯定是更占优势的 至少人家愿意多看一眼你到底在画个啥 竞赛风的图其实也没有固定的套路 通过我们这么多节课反复训练的PS技术 只要你熟练掌握PS这个转件 也就没有做不出来的图 反正会PS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今天我主要带大家做一个小案例的绘制 顺便再巩固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PS技能 学习一些新的PS的稍操作 喜欢这个视频请记得给我点个赞 或者帮我刷几百条弹幕 你的鼓励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 谢谢朋友们 好了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学习 好我们今天要去讲的这个泡面图了 我们也是从网上找到一个参考图 我们去临摹 那么就是这张图 就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学生作业吧 我具体的来源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这个Pinterest他们就找到的 那么这个泡面图了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参考图 就是你们平时画头都可以去多去看一下别人的参考图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画的时候 就是你去看一下别人怎么弄的 就是就像这种 或者这种 就是他这些图其实你第一眼看的你觉得很复杂 但是你把PS这个软件就是你的技能 基本上学会了之后 其实他的所有的这些技法都大同小异的 就是那么其实今天这节课我不讲 其实应该有一些东西 他都已经绘画了这些东西了 就是他这个技法其实一方都是相通的 泡面跟厉面其实差不多 就是包括平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去做一些材质的拼贴 做一些这种不停的用模板 不停的用这些曲线什么的 去调整它去用这个 去夹这些配件什么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主要是来带着大家 巩固一下这些技法 那么在技法之外呢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眼界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就是好看的这个图子 他可以画成什么样子 就是有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个软件 你没有学会 就是有些同学 比如说大学同学里面 就是他这个什么软件都会 但是他画出来的图还是很丑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图可以怎么画 就是你所有的PS的软件你都会 但是你画出来的这个图还是不能看 就是有些东西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遇到这种问题 你就多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Pinture上面 或者说你去多自己去收集 一些这种好看的那种后面图 你把它放在自己电脑里面 你画图就是你对着这个去看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设计放到里面 去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你去去思考 多去想一想就是这东西 那么我自己在这个Pinture上面 我也是看到这个好看的图子 我也会把它收集起来 我会把这个 我这个网址分享给你们 就这个 这个我把它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链接里面 你打开这个链接 你就可以关注我 就是我看到这些好看的图子 就是我会把它收集到我的这个Pinture室里面 然后我分了很多的这个文件夹 就是像这种评例po 我主要是放在这个图子表达这里面 就是然后这个里面 比如说po面 立面 就是这个今天要去临摹的这个图了 就是这个 就是包括像这些图子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 我也收藏在这个里面 就是这些图子呢 它之所以就是比较打动人吧 就是它跟我们平时常规看到的一些图子 不太一样就是它就是它的表现技法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套路 反正它就是第一眼 它的总体的特点就是要吸引人的眼球 就是第一眼你看着它 你就有想去认识它 想去看它到底在画个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像这么一张这个po面图 它这个其实应该是po透式 它有这个跟渲染结合起来的一些技法这里面 但是我们光说这个po面的话 就是有时候我们不仅是去看别人这个画图的这个技巧 其实有时候我们还要去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去画这个po面 有时候会反过来去促进你去思考你的设计到底怎么样 就是如果说你的设计本身就很平庸 你可能也画不出来这样子的po面 就是它这个po面之所以有趣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这个空间本身就设计的很有趣 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就是像一个人 这他从这个室外的这个广场 他这个地方走进来 从这儿走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大楼梯可以上去对吧 然后这儿又可以上到上面去 然后这儿上去 整个空间就通过这个扶梯 把这个流线把它这个串联起来 就就是人可以很便捷的到达各个楼层 然后它整个这个中庭的这个空间是贯通的 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从这个顶上下来 从这个上面下来 你看到这个空间它完全是连通的 就是这个空间就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一层完全都是贯通的 然后包括这个地下的这个 它这个地方下面也是完全的贯通的 这儿有一个这个 这个像台阶这个像这个看书的这种 或者说是观看一些什么 举办一些活动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又怎么上来 然后这个空间 完全的这个贯通的 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空间 它这个图画出来之所以出彩 是因为它这个空间本身就设计的很出彩 就是你看到这个地方 整个这个贯通的空间 一个中庭的这个空间 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串联了起来 就是这个就是它这个铺面图画出来会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你的设计本身它要足够的精彩 这个图画出来才会好看 那么这个软件其实你要去达到的目的 是让你的设计 就是你用一个好的设计把它表达的更加的出彩 就是比如经常会我上大学的那会儿也会 就是经常会觉得 我明明我做了一个设计还不错 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分数总是提不上去 就感觉最后那个那一下总擦了那一口气 就是那么软件其实就是帮你去垫垫脚 就是你可能你的设计做的也不错 然后你的表达也很好 那么你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做作业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在板上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那么去参加竞赛的话 有可能就会中标 如果说你的设计本身都还不行 那么其实你去学软件 确实对你的最后的帮助不会特别的大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把设计的基本功打好 那么去学设计的话 更多的就是多看多思考 然后就是跟着老师来 因为这个设计呢 比如做这样子一个设计 你可能一个周期就是一两个月 就是不可能说我们在这个软件课上面 可以很快速的把它提升起来 就反正大家平时多去积累吧 那么我们今天要去讲的这个 更多的是软件的技法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图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CD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它的线稿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建筑的这个轮廓 然后有一些Pull面 就是你自己在画这个Pull面的时候 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你把这个Pull面和这个看线 把区分一下 其他的其实都不用太在意 就是这样子方便 你在这个PS里面去做这个选区 好 然后你把这个图直接导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导出来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这个一个PDF的文件 关于怎么导图的话 我们在CD那节课里面 我们已经详细的讲了 我们这里就不再去赘述了 就是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直接拖到PS里面去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直接置入到PS里面 然后这地方 裁剪到作品框吧 好 好 确定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参考图 我们也把它打开了 我们放到旁边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下面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out delete 我们先按下块键d吧 确认一下是白色 然后control加delete 把这个时候白色切换到后面去 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啊给他 把这个背景先锁定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线稿 线稿也可以给他锁定一下 这个线稿我们不去动它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pull面的填充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g啊 填充工具啊 这个地方啊 油系统这地方 直接把这个pull面先给他填黑啊 这些啊 这些应该是纯黑色的 他这个设计的应该是一个混凝图的这个啊 线胶的这个墙体 然后大概就是这一串啊 这地方是这个pull面啊 pull面填充好了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去给他贴这个背面的这个木地板啊 就是他这个室外的这个材质啊 他这个很大的一块啊 这地方我们去给他贴啊 这地方啊 我们先新建个图层啊 然后我们这地方呢啊 这个技法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个讲过的差不多的 对吧 这地方我们先去找 在这个线稿这个图层上面去找这个选区啊 这地方把对所有图层取样啊 把它都去掉啊 就是然后这地方呢 在这个图层1上面 我们去填一个颜色 这地方我们随便给个颜色就都可以啊 去放好 我们随便给个颜色 然后这个填出来为什么是灰色的 我们检查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我们文件置入进来的时候 没有选成rgb模式 我们在这地方图像模式这儿看一下啊 我这个图像模式这儿啊 变成了灰度啊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一开始置入进来的时候 有可能这地方没注意看啊 这方 它的模式是灰度啊 这地方你把它改成rgb啊 应该就对了 那么如果说你已经啊 画图画到一半了 你发现这地方是灰度的 就是啊 不是rgb的 你可以在这地方图像模式这儿改成rgb颜色就可以了 好 然后他说要更改模式会影响涂层的外观 是否更改模式前合并图层啊 不合并吗 好 我们重新来啊 新建一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直接给它做一个图案叠加 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之前在讲这个ps那个啊 生P效果图的那个时候 那一节课里面讲的这个 这个里面我去找了一张这个pranx6啊 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图片呢 我把它复制出来了 就是啊 在这儿啊 这张图片呢 它是这样子的 它本来原本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把它拖进来看一下 就这么一张图片啊 就是它是一个无缝的贴图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滤镜 其他位移啊 在这儿检查一下啊 在这方啊 它不是啊 它不是无缝的贴图 就是这地方有条缝啊 这方我们可以稍微的处理一下 我们按快键m 把这个这条缝来选中 选中了之后 我们按快键j这方啊 j的话它有好几个这个命令啊 就是把我们切换到这个修补工具上面去 然后把它往上面啊 挪一下啊 这方按住shift键 把它挪到这个上面去 就是用上面的这些图形呢 来填补这个下面这个 我们ctrl加d 把这个取消一下 这个缝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这地方有一点点无所谓了 就看不太出来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因为它整个这个图 它的这个木板呢 它是做到外里面 外里面它这个会受到这个风化 腐蚀这些东西 就是它会把这个图啊 木板呢 变得偏啊 这个色调会啊 整个的饱和度会降低 然后这个偏 偏的这个就是 更清淡一些吧 我们这就是ctrl加u 把这个饱和度降低一点 然后降低了之后会发现 这个图变得有点黑啊 然后我们这里 ctrl加m 把这个图呢 稍微的调亮一点啊 就大概这样子 你可以把这个图保存一下 这些方啊 我之前已经调好了 大概就是你调了之后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啊 就是啊 把这个关掉啊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射掉了 尽量的先往这个图上面偏一下 偏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再去把这个图定义成这个图案 就是我们ctrl加a啊 选中这个图 然后这里编辑 然后这里定义图案 把定义上去就可以了 我这边已经定义过了 我就不去定义了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在这儿啊 图成一这儿 我们去啊 找到这个图案叠加 然后这个地方去找到你 刚刚定义的那个图案 这个图案呢 在这个地方就这张啊 好 把它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这地方呢 这个缩放了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缩小一点 这地方我们20%试一下 稍微的给它小一点就可以了 好 这个啊 反正你大概的 根据你的这个图面啊 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实际的尺寸 你大概的啊 看一下 就是我们建筑是有一个基本的尺度感 就是你这个啊 建筑多高 然后你这个木板大概多宽啊 就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木板呢 先给贴上去 那么第一块木板 我们就贴上去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啊 其实剩下的还有很多地方 都要贴这个木板啊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一起 先给贴上去 就是这儿啊 我们图成一这儿 我们接接着去填充啊 就我们在这个图成一上面 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也是木地板啊 这个木板还有弯粒面上面 那么我们就用快键G啊 去填充 填充了之后它这地方啊 就成了这个木板 你看到吧 这个很方便啊 然后这个里面 它其实也是木板 这个地方也是木板 这些地方都是这个木板啊 就是包括它这个里面 它也用了木板 这里面啊 这里面有几块啊 把这个所有的木板贴上去之后啊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圆图啊 就是它这个原始的图片是这样子的 就是啊 它这个啊 木板有些地方的纹理 它是有改变的有倾斜的顺着这个啊 斜线的这个方向去做的 然后这个正里面呢 它是这个数字的方向的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啊 有不同的这个面呢 它有啊 不同的这个啊 走向 我们要去把它拆分一下这地方 然后这地方 我们在这个线稿里面 我们去做这个选区 然后这地方我们去选中 比如这块啊 这个地方我们选中它 这块它应该是单独的一个图成里面去啊 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方拿啊 然后我们到这个图成一里面去 我们Ctrl shift加借也吧 切出去啊 好 这样子就把这个图成二啊 把切出去 这个图成二就是单独的这一块 把Ctrl shift加借也吧 从图成一里面切出去 图成一里面就没有这个块了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图成一这个技术上了 我们再去切啊 我们可以先把这两个打一个组吧 这个是木板啊 然后呢 我们再选到图成一上面去 我们再去继续的切 那么这块是斜面啊 这块也是 然后去把它切开 那么在这个线稿里面去做选区 那在图成一上面来做操作 Ctrl shift加借 然后这一块 这块它的颜色会更深一些 我们在线稿里面去选中它 然后选中图成一 Ctrl shift加借 然后这一块 选中它线稿啊 有时候我们的W突然会这个模棒工具啊 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变成一个十字中心呢 是我们开的这个大写锁定 我刚刚误操作按了 你把这个按回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线稿里面去啊 选中它 图成一上面Ctrl shift加借 然后在线稿里面继续选 选择这一块 然后图成一上面Ctrl shift加借 然后这里 它所有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色调不一样的 我们都把它切开啊 这个地方 好 完了之后这边这一块是整的 然后这一块这个也是斜面的上面的 在 这块 这个剩下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不停的去把这个切开就可以了 我们先大概就切到这个样子 我们得到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图层 就是把它分开 切开了之后了 因为这些 这些地方的这个木板 它的这个方向是错的 所以我们要单独选择这个图层里面去去调整它这个方向 我们双击这个图案叠加 然后进到这个里面 它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去直接把这个鼠标放在这边去滚动这个鼠标中间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就可以去转动啊这个 它的这个方向啊 就是我们去把这个所有的方向给它调队啊 这个啊 也是不停的重复同样的操作啊 这方啊 就快速的操作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方向了 给它调队了之后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啊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图层全部一起选中 我们把这个立面的这个木板 我们可以把这个眼睛呢 单独给它 给一个颜色 比如说红色啊 啊这样子你方便你去看得到啊 就是啊 就是这样子 我们进到这个里面去啊 然后把所有这个图层全部选中啊 然后我们右键 三个画图层样式啊 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直接啊 去编辑的这个木板啊 然后我们啊 要去给它做一个明暗的区分 那么这个明暗的区分的话 我们可以假设比如说这个光源从这个右上方打过来啊 那么这个木板呢 它应该会偏亮一点啊 这块啊 我们把它增加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 按住out键给它 然后你可以直接点这个这个图表啊 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地方点这个图表 它就会指定给下一个图层 我们给它提亮一点啊 这个是这个 色光面 然后这个背光面 我们可以压暗一点曲线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同样的方法了 快速的去把这个所有的明暗面 给它区分出来 区分出来之后了 就是我们再用这个 加深简单工具啊 可以再去做一些微调啊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面啊 就是这三个面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调整 但是它看起来不是很明显啊 就是 我们可以用 利用这个加深简单工具来 去把这个 明暗交界的地方呢 给它做的更清晰一点 比如说这个 色光面啊 它是从这个面过来的 我们可以选这种快键 哦啊 我们这边去切换成这个简单工具 我们可以在这个交界的地方呢 给它刷两笔 这边 我们给它的曝光度呢 设置的低一点 比如说40% 30% 50% 这样子啊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它大小调整一下 按住alt键加右键 在这儿我们去刷一下 那它这个明暗交界的地方呢 稍微的变得这个 这个转折关系呢 变得这个清晰一点 这样子我们这个体积关系呢 会变得更明显一些 然后包括这个面啊 这块我们选中它是图层十一是吧 也是一样的 稍微的给它刷一下 快键哦 就给它刷白一点 好 那么啊 这些色光面呢 我们都适当的给它刷一下啊 这些地方 就可以让这个整个的体积感呢 显得更加的这个强烈一些 然后这个面啊 这个转折的这个面这儿 也是可以适当的给它刷一点点 然后这个面啊 这两个面 就是你看了它现在已经粘在一起了 这这两个面 可以适当的就是把前面这个面 就是它这个是受光的这个面吗 就是把前面这个面呢 适当的给它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做一点退运的这种过来 把这个笔刷可以放大一点 这儿刷一下 给它让这个面呢 跟后面这个面稍微的啊 有一点这个区分啊 就是让它产生一个层次感 不然这两个面连在一起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用这个加深工具了 把这个背光面啊 就是给它稍微的做一些加深的这个处理 在这个明暗交界线的地方 那么这地方曝光度一样的给它设低一点 然后把这个笔刷了稍微的调大一点 比如这个地方 我们选到这个面上面去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上面我们用快键欧这里去刷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受光面啊 包括这个门洞里面这个洞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让它变得更深一点 在这儿我们找到这个图层 我们选中曲线调整图层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调整图层的 我们觉得不满意啊 我们可以随时的切换回来 然后在这个洞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呢 我们给它实际的给它刷深一点 可以放 这里让它感觉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 近深的这种啊 退进去的感觉 这地方呢 可以把它的饱和度也给它适当的降低一点 好 差不多就这样子 这个地方这个门洞的感觉做出来了 然后这几个门洞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去找到它给它曲线的调暗一点 然后饱和度也给它降一下 然后再在这个交界的地方呢 用这个加深工具啊给它刷 刷几笔 把这个阴影的这种啊 近深关系啊就做出来了 他们其实还有一种更讨巧的方法 应该是把所有的门洞啊 放到一个图层里面直接啊 用一个调整图层啊 应该也可以啊 这里我们就不去啊不去改了 反正我们这里都已经快做完了 这边的这个侧面啊 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用这个加深工具啊去给它刷一下可以把这个笔刷调大一点 让它这个体积感呢显得更明显一点 包括这个地方的这个面啊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去刷一下 这个转折的地方啊也是一样的 把它的体积感呢稍微的给它强化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一些很细节的处理啊 就是你其实啊 你觉得你时间来不及 你不去做这么细啊也可以 但是你做的更细了 肯定这个图的 它这个质感呢会更强烈一些 就是它有不同的面啊 它的这个连样关系啊都不太一样 这个图层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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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的这个面 我们也给适当的加一点点啊就是给它 让它跟这个上面这个面呢形成一点区分 点转折关系 好这个地方啊 我们也给它适当的做一点点区分吧 这个地方 这个图层是顶上这个这个我们用加深简单工具 给它稍微的处理一下啊 这扎深工具吧 给这个转折面啊稍微的刷一点点 好我们这个外立面啊 我们大概就先处理到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先把它放一边啊 就是我们直接去把接下来这些啊 先把它做完了之后 我们最后再回来微调这些细节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啊 一个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配景啊 植物人物啊 然后还有这个下面的地面的这个添加 然后包括它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墙面的一些啊 素材的叠加啊 那么这地方呢 那我们可以去啊这个地面呢 我们啊一步一步的来把这个地面的话 就是就这种啊 墙面啊 它受到这种自然的这个侵蚀 它会风化产生的一些这种啊 纹理的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 你在PS里面稍微处理一下 它就可以变成一种纹理 叠加到我们这个图上面去 好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Google里面去收啊 就是这个ground texture好 收出来的这个图片结果 其实啊 跟我们看到这些图片差不多 它就是这种墙面啊 受到这个侵蚀啊 产生的这些啊 这种风化的这种效果啊 就是这些图片啊 就是啊 你觉得比较好的 你就可以把保存的电脑里面啊 就是你电脑里面 随时有一堆这些图片的话 就是你平时做出的时候 肯定会更方便一点 就是那某这地方 大概准备了有这么50多张图片啊 就是好 我们这里呢 可以啊选几张进来啊 就是我们直接啊 拖到这个PS里面来做这个地面啊 就是啊 比如说我们选一张这个吧 我们随便拖一张进来都可以 其实那么啊 拖进来这个图片呢 我们先给他啊做一个三个画的图层的处理 然后我们先去把这个图片的颜色给来调一下 这个图片的颜色呢 他这个是这种有点淡黄色的这种啊 这种样式 我们先去把他这个保护度给他去一下 这地方 我们做的这个图档的这个图层呢 其实啊 只要一个他这个纹理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地方曲线也可以拉地啊 好 好 然后这个这个样子啊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片了 我们Ctrl加T啊 我们可以缩放一下啊 我们 我们去把它往这个地面以下放啊 这个地方我们先拖两张过来吧 这个地方我先随便拖两张 好 拖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啊 我们直接Ctrl加G给他打个组啊 选中这两个图层 整个这个组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个蒙版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线稿这个图层上面去选一下 蒙版呢 我们就是选中最下面这一块 直接给他把这个蒙版给他 他就自动的把这个线啊 这个地面以下的就给蒙住了 然后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去给他复制几块过去啊 这里呢 你可以故意的让他形成一些这个错落有致的这种啊 图片的效果 就是不一定要对齐啊 就是他这个啊 你可以去看他那个参考图啊 他就是故意这样子 就在一些竞赛风格的图里面 经常看到这种啊 风格 就是他故意的不把这个图啊对得很齐 然后你把这个这个图片的这个叠加模式了 改成这个正片叠底啊 就是啊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故意的再去给他增加一些 就这方 我们这些图稍微的弄的大了一点 我们Ctrl加T给他 缩放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去给他复制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就会啊 在正片叠底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两张图片交叉的地方 他就会形成一些这种啊 这种 就是这个黑色的这种就是过渡的这种啊 就是叠加上去的这个啊 影片一样的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把这些图片啊 局部的有些给他拉伸一下 就是这地方 比如这张图片 按住shift键给他拉长一点啊 然后啊 还有一些局部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复制一块过来做一个鞋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按Ctrl加T 这地方 把它缩放一下 然后把它缩成鞋的啊 这样子啊 就是去叠加一下这啊 这些图片的这个纹理啊 就是他这个地面呢 就是看着花里胡哨的 其实就是啊 就是这个同一张图片 其实不停的去叠加 就可以叠加出来 就是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度啊 就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适当的 再去给它加一块吧 Ctrl加 Ctrl加J啊 这些 然后Ctrl加T 给它转一下 这个地方啊 你这样子去顺着它这个鞋的这个方向 过来 来一点 这个呢就是啊 凭感觉吧 这个就是啊 没有什么特定的这个技法啊 就是啊 你就随便的去啊 弄一下 就是让它产生一种随机的这种秩序啊 就是然后又 整体上来说 在一个组织里面啊 就可以了 我觉得啊 这个地方啊 完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是你跟这个地面交接的地方啊 这个还不够啊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再去新建个图层 新建个图层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找一个这个叫 啊 把这个再拖长一点吧 让它这个 效果更明显一点 这个呢 可以稍微适当的给它压缩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图层啊 就是我们新建个图层之后 我们按快键B啊 然后去找一个笔刷 这个呢 在这个lazybrush里面 我们直接去找一个污垢的这个笔刷 它这个笔刷的名字呢 也叫grunge的这个笔刷 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个叫basic grunge 这里 我们用这个basic grunge 这里我们找到它拿这个笔刷 就是在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 我们的这个 pull面啊 就是地面啊 这个地方po到的地方 我们去给它刷一下 这地方 我们不透明度了 开到20%吧 这地方我们啊 去刷一下 把这个前景色了设置成黑色 把按快键D啊 切换一下 好 这地方去刷一下啊 把这个地面的地方 去给它刷一层啊 这个基本的这个 啊 就是用这个污渍的这个笔刷 去给它刷一层这个地方啊 让这个地面的给它压下去啊 可以把这个笔刷稍微的调大一点啊 都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蒙版呢 是加在这个组里面的 所以你不管怎么去刷啊 就是它这个不会超过这个组的 这样子呢 就是把这个地面整个给它压下去 这方压暗一点啊 就是啊 其他这个圆图呢 不一定是这样子操作 但是我们这地方啊 这个是一个经常用到的技法 你可以看到很多图子里面 它都会有这种子去操作啊 就是啊 完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啊 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啊 地面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就是我们先啊 把地面就做到这个啊 地方就是啊 它整个的这个颜色啊 这些我们可以后续再去调 但是大概 它的这个做的这个思路啊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 组的这个颜色 我们后期的再去给它啊 做一些微调的这个处理 它这个墙面里面 它也有一些加了 这个混定图的这个材质的质感啊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去加这个混定图的墙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样的去找到一张这种贴图 我们去找一张比较合适的 比如说就用这个吧 这个我们把它拖进来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样的在这个线稿这个图层里面 我们去给它做一下选区 我们需要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给它做 把选区给它选出来 这里这里 这里 把这个眼睛打开 把这个蒙板给它啊 这地方就选出来了 这个楼梯这儿 它也是用的这个材质 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这个蒙板里面去 把这个楼梯这一部分呢 给它选中 然后填充一个白色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图层放到这个线稿 这个图层下面去 这样子它就不会把这个线稿遮住了 先把这一块给它加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混定图的这个质感就出来了 同样的这个我们Ctrl加J 把复制一层出来 我们把这个图层蒙板 先把删掉这地方 删除图层蒙板 好 这个这一块呢 我们去来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这个挡墙 这里再复制一块过来 Ctrl加E 直接把它合并了 这个地方 合并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给它做这个选区 这里我们Ctrl加J再复制一层出来 这地方我们到时候要分 分几层 然后选线稿 这让我们先是把这个地方 这一块给它选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给它加一个蒙板 好 这一块我们就把它做好了 好 这个地方它还有一层 这一方 我们再去担注选 这 这 这里 这里 然后把它这个打开 加一个蒙板 这里就给它做出来了 这地方就做了两个图层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Ctrl加J 再也复制一层出来 先把它的蒙板删掉 那么这个我们Ctrl加T 给它复制到这边来 这边需要用到的这个混凝图的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下的这一块 这地方 我们一样的去 在线稿里面去把这个选区给它选出来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 这里 这里 好 把这个选区蒙板给它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下面也是这个混凝图的这个 把这个直接蒙板给它改成白色的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两个漏掉 啊 这还有一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这一块一起的 我们它就蒙板关一下 这让我们直接进到这个线稿这个图层里面去把这个选中 然后把这给它填成白色就可以了 好 完了之后我们把这几个打一个主啊 Ctrl加J 这个地方 混凝图材质 好 这个混凝图的材质呢 就是它这个有些地方是比较淡的 有些地方又是比较 深的这个我们可以局部的去调整嘛 这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地方的它整个应该就是比较淡的 我们直接在这地方 增加个曲线调整图层 按住out键给它 很淡的一点点啊 这地方 这个房间的这个地方单独的还去做了啊 一个简单的这个处理的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把这个房间选中这个选区选中 单独再去给增加一个调整图层啊 就是这选中选中这个选区 然后选中这个图片 然后我们再去增加一个调整图层 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曲线 就是让这个房间呢显得格外的这个亮一些 就是有点点这个粗糙的这个质感就可以了 这个房间啊就是 它这个地方因为有这个窗户过来 包括这个地方也有这个窗户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些这个光感的这个处理 这个光感的这个处理怎么去做了啊 这地方啊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先去做一个选区 所以在这儿呢 我直接顺着这个窗户这儿啊 就是我们按块键L 这地方选成这个多边形套索工具啊 这地方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地方 我按住shift的键 可以锁定在这个45度的这个角的方向上 那如果你不要45度 比如说你要30度啊 60度 你可以像我们上次课讲的那样子 你可以画一根辅助线出来 我们这地方啊 比如说我就啊 我画一个啊 画一根辅助线吧 我们像上次课那样子的 就这样子去做 就是我们直接新建个图层啊 这个图层呢 放到这个下面去吧 这个图层上我们拿来画这个辅助线啊 我们这地方 把这个填充关掉 然后描边开成1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要一根红色的 然后这里我们按住shift键点一下啊 确定好 这个形状我们把它放到最顶上去啊 这个地方看不到啊 放到下面 被遮住了 点错了这地方 我们要的是描边不要填充 停充不要啊 好 这样子把这根线啊 就给它啊弄出来 这根辅助线 我们Ctrl加T啊 给它旋转一个负的30度 我们看一下负的60度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角度 然后我们Ctrl加T 我们再去移动它 好 比如说你要让光线从这个角度这样子啊 设下来 好 确定好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图层上面去啊 这个地方 Concrete这个地方 我们顺着这个地方啊 去画一个选区 好 顺着这个角度去画 好 确定啊 把这个选区给它单独勾出来 勾出来 我们再去做一个曲线的这个调整图层 就是这儿啊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调整这个曲线呢 它就只针对这一块起作用了 这样子呢 就是你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地方啊 产生了一个明暗的这个变化 我们把这个辅助线放到最顶上去 我们先给它变一个名字 辅助线 把这个关掉 我们看一下这地方啊 它就产生了一个明暗变化 那么这个多余的地方 这地方它没有 应该是没有的 这地方 这地方你就直接把它 在这个蒙板里面啊 再去把它擦掉 这个这个应该是这个曲线啊 就这个 我们在这个蒙板里面 去把这块填成黑色的就可以了 那么这地方一样的 应该是30度啊 就是这地方 你要去把这个辅助线借住啊 打开 就这样子去调整一下 把这个挪到这儿啊 来好 然后确定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把这个给它蒙掉啊 这地方蒙成黑色的就可以了 这啊 Ctrl加Delete 好 这地方呢 就产生了一个光感 就是这个地方啊 你感觉这地方有阳光啊 穿透进来 那么同样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 它有窗户对吧 这个地方啊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加一个这个辅助线 我们这地方去把它移过来 好 它这地方应该是从这儿啊 顺着这样子啊 过来好 好 我们先把这个选区选出来啊 然后再去给它增加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 曲线啊 然后把这个地方也是给它调亮一点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刚刚 得到这个选区之后 你直接在这个图调整图层里面一样的 因为这个调整图层就是调亮的对吧 就把这个地方也给它填成白色的 就可以用outGD之间 一样的可以填白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不希望啊 就是这个窗户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窗户 那应该不是这种很锐利的这种光线技能 就是它可能需要一些慢色的光啊 慢慢的慢色的这个墙壁这边啊 扩散过来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进到这个蒙版里面去看一下 这地方我希望这个地方有一些白色的 慢慢的这个退过来 那么这地方我们用快键b啊去刷一下 这边我们找一个楼边的这个画笔啊 这里我们找到常规画笔楼边圆 然后这地方的不透明度啊 设到20%左右 然后颜色给它白色 就是我们点在这个蒙版上面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个蒙版上面啊 就是去给它用白色的笔刷去给它刷 我们把这个不透明度了 开到50%左右吧 这个曲线的这个蒙版上面去画 这个地方 那这个曲线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漫色过来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阳光 它不是说这方很直的一块 这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蒙版 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它的阳光那是这样子散射过来的 这样子刷一笔就可以了啊 这地方如果你觉得你一笔你控制不好 你可以把笔刷不透明度设成20% 你把它放大一点在这多去刷几笔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让阳光这样子漫射过来这地方啊 这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去把这个曲线呢 稍微的调的再 很一点 调的更白一点 那地方对比更明显一点 就是看得到啊 感觉到这个 这个这边墙啊 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边比这边 它是明显的是要啊 白一些啊 这边是比较暗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堵墙啊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给这儿啊 给它做一点加深的这个处理 这地方啊 在这儿啊 这个这堵挡墙 这堵挡墙 我们直接选中这个线稿 这个地方做做好它的选区 你直接用这个加深简单工具来做就可以了吧 这个地方 不再去新建这个调整图程了 然后我们选中它 然后我们 右键三个画这个图程啊 你没有三个画之前 它是用不了这个加深简单工具的 Ctrl 在D 这样子啊 就是让这个整个这个墙面的产生了一些这个 过渡的这个变化 就是啊 有些更多的这个细节可以观看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是 那地方我们 我们啊 这个墙面 我们是这一块 这个地方 concrete 塞 然后这地方我们去把它啊产生一个过渡的效果吧 比如说我们这边要比较黑 这边要比较亮啊 这地方啊 要去产生一些这种剧烈的变化的这种效果 那么这地方我们直接用加深简单工具 我们现在给它啊 操作一下 这种这地方我们要加深啊 这边这边我们要加深 这个曝光度了 稍微到40%左右就可以了 好 这边呢 也给它加深一点 然后中间的地方我们给它简单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工具要调小一点 我们顺着这个顶上这一排要再去刷一下 好 差不多就这样子吧 然后下面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要去把它做一个这个加深简单的这个处理 就这一条 我们选中这个块键O 特别是这个明暗交界的地方 就这两个两个档墙交界的地方 你去给它这个对比啊 刷的更明显一点 这样子会产生这个层次感 不然这两个会连在一起啊 有点区分不出来 好 然后这边的这个这个档墙呢 我们去把它的颜色给它降低一点吧 这地方我们直接用这个 Ctrl加U啊 这个地方饱和度把它降低一点啊 然后增加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吧 这你PS用到一个一定的熟练程度的时候 很多东很多工具啊 其实它有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同样的效果 就是你不一定距离于哪一个工具的这个时候 这个曲线给它调亮一点 那调的是整个的 这个 然后这个窗户里面 我们单独要去给它再增加啊 再增亮一点啊 这地方 我们单独选中这个窗户的选区 我们找到线稿 然后啊 这这这 然后这地方 我们再去给它增加一个调整图层曲线 这个窗户啊 像这个这个是窗户的曲线 它就横亮啊 这地方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有这个窗户啊 透过来就把这个地方 这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就是给它啊 这个地方了给它刷啊 刷的更亮一点 这个地方 这地方还是用这个曲线的这个调整图层啊 或者说你用这个简单工具啊 去实现的 其实方法都一样哈 这地方 我们这边还是用这个曲线来做吧 曲线的话 你后期啊 更好去控制它 我们单独选中这个图层啊 然后给它增加个曲线的调整图层 这个曲线的调整图层呢 它默认的这地方啊 就变成了这个黑色的 因为我们这个上面这地方啊 加了一个蒙板啊 在这 我们把这个蒙板呢 先给它out delete 先给它填成白色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 先把调白 先把整个这个图层的调白 这个时候啊 完了之后 我们要去把边上这地方给它蒙住的吧 这个 我们只需要这一块是白的啊 我们这个地方再把它切换回来 我们这边 我们切换成这个白色的方便 我们就看这个调白没有 我们按ctrl delete 把它切换回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笔刷 白色的画笔啊 这地方不透明度啊 你可以开到低一点的地方 我们去 插几笔啊 在这地方啊 把插亮啊 就是整个这个墙面呢 就是这个地下室相当于这边啊 感觉比这边亮一些 然后这边啊 这个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再还是用这个加深浅量工具啊 稍微做点点处理 把这个边上这里啊 给它处理的更暗一点啊 这地方啊 让它的这个啊 对比效果呢 更剧烈一些 然后这边的这个 室外的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加深简单工具啊 适当的去给它做一些这个退运的这个变化 就是这地方啊 不要让它这个地方浮成一团啊 稍微的让它有一些这个变化啊 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个斜的这个窗户啊 这地方应该这个脚会稍微的暗一些 这地方 我们可以适当的也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选择到这个这个是真亮的这个提亮的这个图层嘛 然后我们在这个图层上面把这块给它蒙一下 这地方就可以了 这地方啊 做一个选区 然后这儿 适当的给它蒙一下啊 蒙它的话 这地方我们啊 其实用这个黑色啊给它填了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这个选区里面填个黑色 但是我不想要这个纯黑色 我想要一个中性的这个灰色就是啊 它有这个漫色的这个光啊 过来啊 我们这地方选择一个灰色去填给它 按out delete 键 好 这地方它没有这边的这么亮啊 看起来就不是很明显啊 就是但是它感觉到这地方有一束这个光线 是这样子的穿过来的 好 那么这个混凝图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先暂时先加到这啊 就是后期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加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调整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啊 我们要去加的就是一些植物配景人和配景树 这个它这个图里面用的这个植物了 它用主要选择的就是这种枯枝的这种植物啊 就是啊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这种枯枝的植物啊 在这种建筑的这个表现图里面 它比较受欢迎是因为啊 它这个会遮挡我们建筑的细节 我们混凝图这个我们可以暂时的先啊 立面木板给它锁定一下 混凝图也给它锁定一下 我们先暂时不编辑了啊 混凝图这个我们个单独给它一个颜色 说我们给它一个陈设啊 这样子方便我去区分 我们再去新建一个图层啊 新建图层我们来做这个立面的这些植物 那么这个立面的植物啊 我去选择的是这种枯树啊 就枯树的话你可以啊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雪景啊 那那一节里面给大家分享了一些雪景的素材 那么你可以在那个里面去找啊 就是啊 我在那个里面复制了两个过来 我放在这啊 就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之前分享给大家的这个雨雪雾啊 这里面 雪景素材里面的它这个啊 它这个树啊 很多它都是这种枯枝的这种树啊 就是这个树啊 比较适合它来做这种表现吧 就是好 我们把这个枯枝的树我们把它打开 比如说这个树材我们去里面去拖一下 这儿啊 这儿它有一棵这种树啊 我们把它拖进来 把它放到这个地面这个图层一上去吧 我扣一下T吧 放大一点 好 这棵树呢 在这个建筑的背后啊 这个树做一个选区啊 我们再去我们把这两个图层 先给它一起打个组吧 然后这个呢 就是立面的植物吧 好 这个背景的植物 前景和背景还不太一样 那么背景的植物了 我们在这个线稿里面去给它做个选区 背景的植物就是啊 建筑 它会在这个建筑的后面 我们给它加一个蒙板 这样子 它就把它蒙到这个后面去了 我们这个背景的植物 就是这儿有一棵比较大的哈 然后这个边上啊 这里啊 我们这里还再去给复制一棵过来 这里面有一个挂角树 然后这边这个地方 可比较小的 我们再去找一棵 它这个地方啊 这个边上都被切掉了 我们直接要正好用的这个边上 边缘这儿 好 然后有一棵这么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地方 我们可以去把设计稍微调一下这个图 其实抠的不是很干净呀 这地方 我们直接用Ctrl加L去把这个 白色这地方给它抠一下这方 给压一下这不要了 多余都不要了 就行了 我们就要这个树干啊 这个地方 要这个树枝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 就是刚好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背景的三棵树啊 我们就先给它做好了 这个图层22 我们可以先把它删掉 好 这个前景啊 前景它还有一些植物啊 前景 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个地方 再去加几棵植物 那这地方啊 我们也去啊 这个背景呢 我们用的是枯枝 前景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带有绿色的这种 比如说啊 像这样子的这个植物 那么这个我们去把它颜色点调一下 也是可以的啊 这种植物啊 就是这个细字条的这个这个前面 我给大家分享过 我放在这个 我想想这哪 这个SU裸奔这个里面吧 就这里面啊 这个细字条的这些植物啊 就是这个植物啊 也比较好用啊 就是在这里面去选这种啊 啊 枝条比较细的 好 我把这个拖一个进来啊 这地方 好 这个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背景植物 这个外面去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前景的植物 它不会被遮挡住啊 就是啊 所以我们要去选这个细字条的这种啊 就是它 它对我们的这个建筑的遮挡啊 是最小的 这边 我们把这个同样的这个再复制一颗过来 好 差不多放到这个位置啊 就是它这个 它这张图啊 其实它有些地方 它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泡面图这个画 就是它 有些地方是比较写意的 就是这个地方 它这个树其实没有完全的放到这个 立面上 我看它有些树就是放到这个下面去 就是 我们把Ctrl加T 给它翻转一下啊 稍微的给它转一点点 大小的给它调一下 就是看起来像是两颗不同的树 其实就是同一个树材啊 反复的利用啊 好 然后完了之后这三颗前景的树 这个地方啊 我们把这个辅助线挪走这三颗树 这三颗前景的树 我们给它打个组啊 前景植物 这个前景的植物呢 我们单独去给它增加一个调整的图层 把这个地方 我们去调一下这个颜色 去做一个曲线的调整 调比较亮啊 这样子啊 那我们等会儿去把饱和度给它降下来啊 这个地方太亮了 我们把这个拉回来一点 这个暗部呢 我们还是让它保持住啊 就质量部给它提上去 那么这个曲线工具呢 就会好用一点啊 对方 我们想要这个暗部了啊 还是保留 那么把这个暗部的开始压回来 只是让这个高光的部分呢 就是变得很亮啊 差不多就这样子吧 我们先把这个暂时调整到这儿啊 就是 然后我们再去加一些这个 它这个里面啊 它加的 它这个图看起来就是很 很不一样的 就是它加了很多这个 这个叫什么 啊 杂七杂八的东西 就是杂草 然后这个树啊 的树根啊 加到里面啊 就让你这个图看上去就是啊 非常的这个反常规啊 这地方啊 这里面怎么去加这些杂草和这个树根啊 这地方我们来啊 去加一下这个树根的话 其实你直接去网上搜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树根的话 我之前已经收好了一些 就是这个啊 这个树根 你在这个Google里面去搜啊 这地方 它这个树根的这个英文叫什么 root 好像是 看一下啊 就这个东西 你去搜一下这个树根的这个图片啊 那你把这个图片啊 直接把它这个 放到PS里面把抠一下 这地方 就是这个 我们直接随便的拖两根进来吧 这地方 有这个这个图片 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 抠出来这个树根呢 这个地方有一点小技巧啊 这地方啊 我们直接进到这个通道里面去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哪一个红绿蓝 哪一个对比最明显啊 对吧 蓝色通道最明显啊 就帮我们 拖过来加啊 点这个加号这儿 然后我们Ctrl加L 我们去调整一下这个图层 把这个设计要给它卡死 这地方卡到这个黑白灰的这个 就是很明显 然后我们需要去选择的 实际上就是选择这个黑色的这个区域 对吧 就是这个黑色的区域 就是我们到处去把抠图 抠出来的地方 你把这个黑色区域拿来去做蒙版 然后去反向 是不是把把这个图就抠出来了 这个是这个思路很清晰啊 这地方啊 那么这边我们直接按住Ctrl 点一下这地方啊 其实你就把这个白色的载入进这个选区了 按Ctrl Shift加R 就把反向过来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RGB通道里面去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Ctrl加J 复制成出来 我们把这个下面的关掉 你看是不是这个树根就被选出来了 这个很方便啊 然后把这个树根拖进来 这个树根呢 它应该啊 我们放到这个啊 最顶上来吧 这个树根啊 它的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这儿啊 我们把这个树根呢 给它转一下转正啊 比如这颗很大的这个树啊 再好跟它对齐 好 先把放在这儿啊 这地方呢 就产生了一个这个树根 好 然后这个你还要去加一些其他的树根 比如说 这样我们去把这个拖进来 好 这个我们去给它啊 做一个通道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红绿蓝 还是蓝色的通道 最明显 好 然后Ctrl加L 好 这地方拖一下 这里白色的卡过来 好 然后按住Ctrl键点一下它 然后RGB通道上面 我们回到这个图层里面去 Ctrl Shift加I 然后Ctrl加J 好 这样子就复制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给关了 你看到这个树根呢 就把它选出来了 好 这个树根 比如说我们给 给这个小一点这个树吧 Ctrl加T 这里先给它放在这儿啊 这地方我们等会再去做这个 处理啊 这方 Ctrl Shift加这个方括号 把这个把这个图层图放到上面去 好 然后把这两个图层图打个组树根 然后这个地方啊 也是一样的 应该有这个树根的啊 这地方啊 我们再去找一个树根过来 就说这个啊 好 一样的通道 好 我们找到这个蓝色的 然后加 然后Ctrl加L 拖动 拖动 然后按住Ctrl键 点一下这个地方RGB 图层这回来 Ctrl Shift加I Ctrl加J 好 然后这样子就把这个树根扣出来了 好 这个树根 我们把它拖到这边来 这儿 我们用这个树根 好 把这个地方啊 这棵树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同样的这个树根啊 好 这边啊 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些这个树根呢 这地方我们 再去哎呦 点错了 再去给它复制 我们直接就用这个吧 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拿来再去Ctrl 这地方 把这个思路啊都差不多啊 这方 这儿啊 这个大一点的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小一点的 我们再去给它 加两个 这个所有的这个树根这个图层 这个组啊 就是它一样的 应该是在这个地面这个组里面 我们找到这个线稿这个图层 我们去把这个下面这个选区给它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把这个树根给它加一个蒙板啊 这方蒙住啊 多余的这些就给它蒙掉了 好 完了之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树根和这些地方交界的地方 其实啊 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地方它会有点怪啊 就是这个交界的有点生意啊 就是你可以去添加一些杂草 在这个上面就是把这个盖掉 就是它这个树根整个这个组 我们可以给它把颜色给它调一下 就是把它这个 这个饱和度啊 给它降下去啊 我们这里 添加一个摄像饱和度 添加到这个组上面去啊 按住ART键点一下给这个组 然后我们把这个 整个这个组的饱和度给它降下去啊 然后它的曲线 我们可以给它调调的这个暗一点啊 我们这里调一下曲线 调了曲线之后呢 就是它这个饱和度可以拉回来点啊 这个 因为图变黑的时候 饱和度自然就会降低一些啊 这地方 好 那么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啊 就是然后我们再去加点这个杂草啊 这些啊 在这个前面来啊 就是这个地方呢 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杂草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google里面去搜啊 这地方我就不去给你们演示了 就是找到一张这个杂草这个图片啊 你直接把这个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了 我们把它先放进来啊 放到这个顶上去啊 我们Ctrl加T给它反个像啊 随平翻转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最前面来啊 就是我们放到前景上 就是把这些 有些地方啊 交界的暧昧不清的地方啊 把它 给它遮一下 就是有些东西啊 其实它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你没交代清楚啊 看着又很奇怪啊 就这地方 然后这个杂草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萌板 去给刷一下这方 添加一个萌板 然后这地方呢 让我们直接可以啊 你这个底部啊 边缘的地方 它这个太清晰了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basic grunge这个笔刷 这个basic grunge 我们去把这个下面的给它插一下 这地方 我们把这个笔刷呢 这个切换成黑色啊 这地方不透明度了 开成100% 然后在这个草的这个上面去啊 我们直接去给它插掉一下 iF5快捷键 把这个 笔刷给它设置一下 这个应该是默认设置 设置了一次的 我们这里去适当的给它插一下 让这个草了 不要这个啊 边界显得这么生硬啊 就是随机的插掉一些就可以了 这地方我们把这个草啊 就可以放到这 然后这个我们再用这个 草的这个笔刷啊 就是我们 用这个草的笔刷 我们去切换一下这个画笔 这地方 用这个glass这个笔刷 这儿 用这个笔刷 再去给它刷一下 这个地方啊 这些草草草间的地方 那你一开始用这个笔刷去刷的话 刷出来的效果会有点奇怪啊 就是啊 你先用那个grunge这个笔刷去刷一道 然后再用这个笔刷来刷 刷出来的这个效果会好一些 我感觉啊 好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暂时处理到这个地方 我们啊 如果觉得对这个形状不满意 你可以用这个grunge这个笔刷 再去刷啊 这地方 回到这个 我们再用它去刷一些 我说这个地方 不要 这一片我都不要 就只要这一点 就这样子啊 就可以了 就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把这个草这片啊 大概拖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把这个蒙板啊 就给它删掉啊 这地方 我们 删除图成蒙板 然后我们重新给它添加一个蒙板 这边我们再去重新操作一次啊 你不知道让这两个地方 看起来一模一样的 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假 它这用这个去刷 这个下面很生硬的这一排 这地方去刷掉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边我们也不要太多了 这地方我们 再用这个另外一个笔刷 再去刷这个边缘的这个地方 把这个草的这个笔刷刷 把这个边缘的地方 把它缩小一点 这样子啊 就刷出来这种随机的这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再去给它复制啊 这地方这个草 这儿 这儿有一团 这地方我们把它擦一下 这地方 一样的把这个图成蒙板删除 删除了这种钱 重新去给它添加一个 就是这块 我们要这个地方的这个 我们用笔刷去刷就可以了 然后再换一个笔刷刷一下 好 这个地方的这个草啊 这个地方啊 粘得太紧密了 我们这地方可以再去刷掉一些 可以给它断开啊 这个地方 这些就是一些细节的处理吧 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对着这个图啊 再去慢慢的去调整一下 就是 这一地方啊 这个就把这个啊 把这个 它的这个叫什么 树根啊 和这个 我们的这个 交界的地方啊 就比较啊 比较难交代的这个地方 我们去把这个地方给它蒙一下 就就了事了 这个地方 包括这个地方啊 也是一样的 去给它蒙一下 这个 多余的部分呢 给它插一下 它有时候是比较协议的啊 它的地方 不是完全按照这个 真实的这种情况来的 然后这几个草的这个图层 我们一起Ctrl加J打个组 然后这个草地 这个曲线是调整的什么 应该是给这个 这个槽地 槽地的这个 我们一样的给它一个蒙版啊 就是 Ctrl Z啊 这个蒙版呢 主要是它这个槽地 有些画到这个图框外面去 我们只要在这个图框里面呢 就可以 我们选择整个这个图框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线稿 这个地方去选择 选择这个图框外面的这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 再回到这个槽地这上面 全部Ctrl Shift加I 然后把这个蒙版给它就可以了 把这个外面的给它蒙掉啊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槽地这个图层呢 去做一些调整图层 稍微的把它的颜色啊 给它的色相饱和度啊 这些基础的调整一下 它这个还好是黄色系的 就是基本上不用太怎么去调整啊 就是拉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地面啊 它也是这个黄色系的就是啊 就不用太去在意这个东西啊 就是如果你是那种绿色的槽地啊 你就去把它调成这种啊 色系尽量这个贴成一致的啊 那基本上我们这张图啊 就是啊 处理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就是啊 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啊 你可以去慢慢的去处理 但是啊 就是它基本的技法 其实反复的就是再去啊 调整这些东西就是啊 我们可以最后呢 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处理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去慢慢的去调整它这些细节啊 就是啊 我们总共呢 其实它的这个步骤我们总结起来 就先把你这个线稿置入进来 然后去贴贴这个先去 去做这个建筑的这个主体 然后再去啊 我们的这个地面的材质 室内的材质 然后做地面做这个配景啊 就是周边的这些啊 我们还可以去加一些这个啊 我们还忘了一个 就是加这个配景人啊 这个我们可以把槽地树根 然后包括这个前景植物 背景植物去哪 背景植物啊 这几个组了 我们可以把放到一个组里面去 这个就是植物啊 Ctrl加G啊 这地方 植物啊 给打个组好啊 配景植物 然后我们再去新建啊 新建一个组来做这个配景人 那么配景人的话 就是你就直接啊 去在这个里面去找就可以了 Scargo吧 这个啊这个里面你随便去找几个人就可以了 他这个人物呢 就是他比较形象啊 就是比较生动啊 就是这个里面的人物 我们去找几个给他贴一下 那么这个建筑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层的高度 那么我们差不多 人差不多就这么高吧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小建筑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人往这边移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这个呢 应该这个人物啊 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背面啊 这地方放到这个植物的这个背面去 这地方配景的啊 放这个后面去 然后我们再去找啊 这地方我们再去给他加一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啊 阴影里面有人坐在这地方去干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们去找一个作者的这种人啊 就是说这个啊 这个人坐在这儿啊 像在玩游戏还是干什么 好 然后放到这个书音啊 这个门洞里面去啊 看出来T水平翻转一下啊 那这地方有一个坐着的这个人 然后啊 比如说我们这边啊 再去放两个人 这个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找啊 这个地方 就说有一群人在这儿讨论什么问题啊 像我们把这个图进来 这个人的大小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在这地方对一下 这个人放到这儿来 好 这里有三个人 然后这边我们说这个外面 我们再去找找几个人啊 放在这儿好 完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人给打个组 Ctrl加G 这个人物呢 一起做一个设计的处理啊 把它做成这种黑色的人物 这个直接把这个输出设计啊 拉成黑色啊 这样子就把这个小黑的人就给做出来了啊 这个黑色的这个配景呢 然后这个如果你觉得不想要这种纯黑色的 你可以去把改成灰色的 或者你给它加一个透明度啊 也可以啊 这种啊 铺面上面我们用这种小黑人用的比较多啊 就这样子啊 这样子你同一个人呢 就这这两个人啊 他是黑色的就无所谓了 就是我们本来其实啊 用的不太一样啊 这这个地方的这些人 好 差不多这个地方啊 这个图 我觉得处理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啊 就地面这里我去再去微调一下这地方 每一个组了 我们可以给它单独的给它一个颜色吧 地面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去单独的调整一下这个 它的整个的这个图片啊 就是我们这个地面呢 它这个图整体比较灰 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个调整流程 就增加一个亮度 对比度的这个调整流程 好 想让它这个对比度了 变得更强烈一点啊 看上去它这个更有质感一些 好 适当的调一点就可以了 好 整个这个地面呢 跟这个 铺面这地方稍微有点浮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想让整个这个 地面这个地方啊 它的整体的这个黑度啊 就是稍微的降一点啊 这地方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色阶的调整图层 把这个黑色往这边拉一点点啊 拉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是它这个地方啊 灰度就降下来 跟这个铺面啊 区分开啊 不要让这个跟铺面黑成一团了 好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吧 好 然后我最后呢 我还是把它去盖印一张 用一下我们的这个祖传滤镜 这地方 漂白 好 这里滤镜 然后Leak Collection Color Effect 这里好 找到这个漂白 你看漂白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图的这个质感呢 一下就变了 把这个黑角镜头把这个关掉啊 这个地方这个没啥用啊 这个 用的比较少 然后主要它就是这个漂白效果 这里面啊 它有这个 一个很明 很明显的这个对比的效果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确定啊 它做了这个效果之后呢 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个对比度啊 又给拉上来了 这个 下面的这些地方啊 就是它这个又黑成一团了 看完Color Effect这个锐镜之后呢 经常会发现这个PS卡住了 点不动了 这地方你只能把它关掉 重新的打开一次 对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是破解版的就是 关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重新打开 这个时候就可以啊 去啊 转动它啊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的不透明度哪个 拉回了一点啊 这个地方它这个太太过了 这地方啊 50%左右 就是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啊 会把你的这个 它这个漂白这个濡镜特别好用的一点 就是它会 让你这个颜色对比度变得更强烈 就是你的体积感呢 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就是包括这些质感的这些细节 它会给你啊 抠的很明显啊 就这个东西 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东西啊 就是啊 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啊 注意一下就是你开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这个下面有时候太黑了 死黑成一片了 如果说你觉得你上面这个效果还ok 下面这个你不太满意 你可以加一个蒙版 去把下面的给擦掉一些 比如这个地面啊 地面我们刚刚去调出来的这个 我们直接找一个柔边缘的这个笔刷 去刷一下就可以了 你地面我们就要它原来的这个啊 用柔边缘 然后这个不透明度了 我们开到百分之四十比如说啊 然后我在这地方去用画笔给画一下 就让这个地面这个地方 还是保持它原来的这个灰度就可以了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用它这个加了濾镜之后 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啊这个效果很明显啊 我们点一下Ctrl加S导存一下 好这张图啊差不多就算完成了 就是要去做到一种竞赛风格的这种啊 图纸的话 其实它没有什么固定的套路 但反正就是很多PS技巧你都得会啊 就是啊 你去看别人的那个图分析别人是怎么画的 然后大概就可以做出来啊 别人的那个效果啊 当然也不一定说 你完全去跟别人做成一模一样 就是你只要理解的那个思路啊 你甚至可以比他做的更好啊 就是你不见得别人的那个图 他就一定是已经画的很完美了对吧 就是每个人画图 他的这个时间 习惯的这些不太一样嘛 就是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 这个图你还可以一直画下去啊 就这个图比如说天空还可以增加一些细节 对吧 这些植物也扣的不是很精细 OK 包括这些树根这些排布啊 这些东西啊也没有太考究啊 就是放放到这地方来了 就是你要让它产生一个更 更加有艺术感的这种美感 就是很多东西是要慢慢的去啊 去调的去去布置 但是大体上呢 这么一张图的这个思路啊 就是我们已经把它做出来 就是这个大体的效果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儿啊 就是啊 PS这个技巧啊 是永远的讲不完的 就是反复的去训练啊 就是举一反三 很多时候啊就是把你这个图子啊 这个汇图的这个能力啊 慢慢的就提升上去了